反攻倒算 这个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们一琢磨呀 旧秩序也比没秩序强 是吧 国王那会儿专制 但总比现在的国家乱成这样强 对吧 咱们说长安街上红绿灯太多了 车不好开 总比没红绿灯强 没红绿灯你就得开碰碰车 对吧 你想想是吧 大家都抢吧 开这块 整天就听着了 满地都是破车 碎尸首 你就得拉着了 那肯定了 你想想是吧 那还了得了吗 所以你再怎么着 于是这帮英国的贵族们就到了法国 就见到了查理一世的儿子 就是后来的查理二世 就跟他说 我们准备迎请您回国 咱们王朝复会 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就你不能报复 对吧 不能报复 对 杀了你爹的人你不能报复 没收的财产不能弄回来 你不能报复 结果这个查理二世 说没问题 没问题 你只要我能回去 没问题 那君无戏言 我给你签署一个 签了一个布雷达宣言 所有的人我都饶恕宽恕 杀我爹没关系 不杀他我怎么继位 没关系 分了我们家财产没关系 分了我老婆都没关系 只要我能回去 等他一回来 马上翻脸 谁杀了我爹 谁杀了我爹 说九个人 那个审判的法官是九个 现在还活着四个 五个已经入土了 元凶首额是克伦威尔 跑出来 跑出来 开关录尸 因为克伦威尔还没烂透 开关把脑袋砍下来 砍下来之后展览 示众 跟哪示众呢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尖顶上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就是华人广他叫西敏寺 英国的国家大教堂 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雍和宫 国家大教堂 插在那个大教堂的尖顶上 那家伙 那种戈特式大教堂 您抬头一看 那帽子能掉到那么老高 插 一说是插了二十多年 一说是插了六十一年 后来就忘了 上面插了一颗的位置 忘了 你想谁没事 没事老上教堂顶上待下去 后来可能迎世博 还是迎奥运 什么干嘛 要叫清扫教堂 拆克隆威尔 已经变成木乃伊了 风干了 然后被一个考古学家 就给收藏了 克隆威尔脑袋跟我这 你要有这玩意 发了 你想想 木乃伊了 那怎么办 那不就跟腊肠那玩意一样 克隆威尔就被杀掉 然后活着的法官一律处死 没活着的这个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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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就是死去的一律开关入尸 就这么一折腾 资产金和新贵族后悔的也是常常都清了 这家说话不认识啊 那怎么 哎 也是这个查理一世回国没蹦他几天 熬的他终于死掉了 他166几年回来了 没几天死 他他反正时间不长吧 那他死掉 他一死 他弟弟詹姆斯二世 查理二世的一死 他弟弟詹姆斯二世继位 詹姆斯二世一继位 比他哥还坏 是吧 查理一世跟查理 这个詹姆斯一世跟查理一世是父子 是吧 然后查理二世跟詹姆斯二世是兄弟 是吧 都是这个这个查理一世的儿子 这你也不用记着玩意无所谓 是吧 詹姆斯二世一继位 更可怕了 不光封建制度复辟了 詹姆斯二世想在英国恢复天主教 要是一恢复天主教的话 我得天啊 原来宗教改革的成果就怎么样 全完了 对吧 宗教改革成果都完了 你没收的罗马教会的土地 都得还给罗马教会 没收的罗马教会的什么城堡 主教的宫殿 什么银的竹台 什么金的十字架 你全得还给人家 这就不光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不干了 连旧贵族都不干了 能明白这意思吗 因为墨双那东西主要归了谁了 归这些贵族了 没归老百姓嘛 所以这帮人一看不行 得把这愣成青轰走 把他赶进去滚蛋 是吧 怎么把他赶下去 起屏考拔 抓着一载 哎呀 这这事不行 咱们英国人已经为这个事流血流的太多了 能不能不流血啊 哎 可以达成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英国人广告叫 哎 Glorious Revolution 就是光荣革命